时之未美 将心永恒 基西市基冠区文化路金牌基首 成立于2008年3月 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 从一个几十平方的小房子 到现在拥有几十家实体店面 从一个五线城市 到现在的一线城市首都京城 用独特的烧烤技术 自主研发 生产 以口味 服务客户 引导市场 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 在基西几乎是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首居一只 长白豆烧烤 品人生百味 金牌基手烧烤 有生烤和熟烤 特色讲究基手 冷香持久 入口即化 老叶猪手 入口软烂无章 胶棉二不沾牙 手法细腻 配方独特 铁板不介于 外皮是脆的 干香醇厚 数十米就闻到醇醇的香 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 找到更新更高的境界 不少考试还进行中草药配置 因为讲究战刷 撒 撒 烤 翻 所以质感性强 口感纯正 让人时而不易 时而不厌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机器电视台的主持人 那今天也特别开心 来到了我们机器的名优小吃 金牌基手 已经已经爆满了 而且特别的火 那到底它有什么特色 又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那大家看到吧 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的店里 已经非常的火了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等位 现在我们也来采访采访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就餐 并且都喜欢吃什么 我爱吃鸡手 是 它家鸡手特别好吃 这个鸡爪 它家鸡爪入口即化 而且说像这个鸡儿 它烤得特别嫩 特别好吃 因为特别喜欢嘛 就是每个星期都要来上几回 你可以不食人间烟火 但必食金牌美味 本连锁机构 本着诚信 它是互惠互利 共享双赢的经营理念 给合作创业者 进入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平台 协助您创业成功 真诚的邀请 全国各地友人加盟 金牌鸡手 恭候您的到来 在祖国的东北地区 有着这样一座小城 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城市之一 是黑龙江省的四大煤城之首 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板画之乡 同时也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它就是基西 如同许许多多的小城一样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而在编程基西 也同样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味道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顿 在这里这句话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每当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开始面对他们人生中的三大问题之一 晚上吃点什么 一提到东北 大多数人第一反应的美食就是烧烤 这种带有浓郁地域性文化的饮食特征 已经悄无声息地 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满是美食的年代 唯独东北人是卢串卢性命 每当下班之后 他们总会叫上三五个知己好友 一同前去录串 也许只有在这充满烟火气息的串店里一坐 叫上几大啤酒 再点上几斤小串 才配得上他们要谈天说地的心境 烧烤可能是人类最原始的食物 而肉则是人类烧烤的共同主题 在机西想吃地道的烤鸡手 那你得找金牌鸡手 金牌鸡手成立于2008年3月份 从一家只有几十平米的小房子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十家的实体店面 从一个只有三名员工 现在发展到近千名员工 从单一的菜品 现在已有数十种菜品 在机西也成为了一种美食的特色 在餐饮界也算是家喻顾晓鸡意的 顾名思义 金牌鸡手最特色的烧烤肯定是鸡手 受欢迎的程度自然不用提 每当饭口来临之际 特色鸡手是食客们的最爱 但这小小一只鸡手 为何让人赞不绝口 大家好 我是金牌鸡手餐饮连锁机构 总部厨师长孙强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七年了 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当然是火候 火候大了不行 火候大了容易糊 火候小了也不行 火候小容易瘦弱不均 烤不到时候 烧鸡手的绝对 烧鸡的窍就在于 对火候细致入围的掌控 和秘制的酱料 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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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油之后 我们要杀微酥 直接一道料 一道一道一道 所以做完之后 刷料 必须酱 鸡手必须酱 刷油 撒料 蘸酱 每一道工序都仿佛在为这烧烤架上的鸡手 注入灵魂 在烤制过程中 烧烤师傅则会用剪刀剪下鸡手的指甲 确保顾客在想用鸡手的过程中 不会被指甲所溃扰 如此烧制出来的鸡手 外脆里嫩 咸淡适中 香味扑鼻 令人垂涎于低 一个小城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 凌晨两点 街上偶尔有零星的人走过 气温也从白天的燥热转为凉快 天上的星星仿佛离你如此之近 触手可及 也许街上游荡的人们还在回味刚刚吃过的美食 也许这座城市正在发生巨变 也许远方的游子尚未归来 也许你记不得你曾吃过的味道 但多年以后 带远方的游子归来之时 仍能风尘仆仆的飞奔而至 只为那一口故乡的味道 也许这就是一种乡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